1943年完成整装训练的新一军展开二次入冕作战 在孙力人的指挥下缅甸日军节节败退 尤其曾屠杀南京的十八师团在溃败逃亡之际 连司令部的大印都落入新一军的手中 湖康河谷是原始森林盆地 布满大小河流也是中印公路必经天险 由日军号称常盛军的第十八师团驻守 并利用地形建立防御攻势 其中渔邦孟关以及瓦鲁班是最重要的日军据点 而面对强敌新一军的丛林训练全派上用场 因为绵带它全部是山区 所以没有大部队作战 它都是小部队 最大的是一团为单位 那小的都是一阴二一连为单位的作战 所以这个必须要是训练和精道的部队 才能打仗 丛林站由搜索连打前锋 搜集敌情 接着步兵团进攻 最后由炮兵团火炮压制 不但有炮 有火焰盆射器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对碉堡可以火烧 还有火箭筒 火箭筒地人搭战车可以搭战车 这个时候都有了 这是美军的新式武器 新义军的攻击 让日军不得不调动大批部队支援 但孙力仁善用迂回战术 以挂其重 因为他知道日本人是死守 所以他不跟你硬碰硬 他去倒你的后方 倒你的后方 然后你一看守不住的时候 你一定要离开 然后他就在半路上弹势 半路上等着你 由于各部队分散山区作战 为了掌握战况 孙力仁下令制作战斗日报 我今天给你打 我被你打了几个人 打死几个 打伤几个 我都向上面报了 我打死你多少人 我都是要告诉上面 打坏机制枪 用了多少子弹 都下面报告 后面会空头 会送上来啊 我才有点用啊 所以这个叫战斗日报 在前线作战的新义军 常常看到孙力仁的身影 你看我当班长也好 当排长也都在第一线 他都跑到前面来 都会碰到我 这样的将领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 以后也没有看到 不怕死 孙力仁即使不怕死 也不愿意士兵枉死 因此伤兵大多后送救护战抢救 而碍死士兵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这是 而且他很掌究 后勤服务的问题 就是医院啊什么 所以有些兵啊 居然是受伤 四五次又回来打仗了 他说孙杨知道他在战场服伤后 不知道是派什么飞机到战场给他收过去 包扎止血 他说这条命运是孙杨给他的 所以他这些人为他死 无怨无悔 1944年3月 新义军逼近瓦鲁班和孟关 孟关是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 由师团长田忠新一亲自坐镇 早已做好兼顾防护 盟军则有使敌为指挥 但连续几天猛攻毫无进展 为了避免盟军伤亡扩大 孙立仁决定违背使敌为指挥 私下面令一一三团穿过密林 突击孟关后方的瓦鲁班 截断日军退路 他并要求新二十二师使出七敌战术 所以人家就告诉尿药下 先等两天 你只要派一个连一个牌 一个牌的战车有七辆 只要在什么地方 由左到右 由右到左 由东到西 由西到东 石东是那个地方走 两天后 原本左右徘徊的战车 突然改变方向 和一一三团南北加工梦观 这个部队是一个气息 所以他搞不清楚 怎么都让战车冲到 我司令部来了 所以司令部的人 马上就赶快跑掉了 所以把军器也丢了 把这个大印也丢掉了 所以这个是在日军十八十团 一直是感觉是最大的吃肉 这场关键性的胜利 振奋盟军士气 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 专程飞到梦观 视察慰问 在新义军从印度反攻绵北 出具成果后 蒋介石决定实践对盟军的承诺 再派一支远征军 从云南出发 但此时中国战场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由于美军在太平洋 实施跳岛战术 切断日军从本土 到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 因此日本决定进行一场 纵贯中国的大战役 从华北一路打到广州 就是说他要 他要打通他的交通线 因为太平洋战争 让日本在海上的交通线 处处都被截断 他只有靠陆路 他靠陆路从华北到广州 甚至于东南亚 日军投入五十多万兵力 并配备先进战车武器 战役代号为一号作战 因为我们最好的部队 都去打远远去了 所有的那一个阶段的作战 我们统统是打败了 面对日军全面入侵 中国物资极度匮乏 不能只依赖美国空军的补给运输 中印公路开通成了最后希望 7月缅甸雨季 河川水位暴涨 受过游泳训练 又打过丛林战的新义军 在孙力人带领下首战习通 他把部队一拉 待三天的粮食 最多你只能待三天 躲到日军的背后 前面发起攻击 然后一举把日军给揭灭 随即兵分三路继续推进 一一四团以火炮猛攻 五天内取下孟拱 另外一一二团 一一三团 分别攻占铁路公路线 最后在密支纳会合 此时国府下令 驻印军重新整编 分为新义军和新六军 新六军由廖耀香担任军长 率军返回中国 新义军由孙力人军长负责 继续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在短暂休息时期 孙力人下令官兵遵守戒律 他有几个戒律 他戒赌 戒贪 戒嫖 戒虚伪 还有戒交代 交涉代舵 还有戒扰民 日军留下的卫安妇 孙力人也严禁官兵打扰 第二次反攻殿免的时候 孙力人辱获了很多未安妇 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有中国人 有台湾人 然后他都把那些人 不能说是遣送回去 都把他安住 他就不准布下 进入军中乐园 另一方面 虽然缅甸战场 国军占上风 但中国战场的最后防线 却几乎失守 我们珍重最好的部队 到了缅甸 结果国内也没有部队 去组织日军的共事 所以最后是达到 贵州都山 贵州都山丢掉了 这个重庆造出非常大的震动 面对中国存亡危机 蒋介石有意调回 16万远真军 回国应战 原本就与蒋介石不合的史迪威 要求美国施压 并亲自带着 罗斯福总统的信函 飞抵重庆 面交蒋介石 所以江委员长 不能只会作战 我史迪威 你看我在缅甸打的 多漂亮 我要指挥中国的军队 全部中国的军队 也交给史迪威指挥 所以江委员长 江洪 说我来指挥中国军队 才有办法战胜 愤怒的蒋介石 再度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 1944年10月18号 美国总统罗斯福 召回史迪威 改派魏德迈接任 最后中国远征军 收复滇西龙林 12月 新义军拿下位于旧滇宁公路的巴末 经过两周的扫杠 修筑中印公路的最后一个山谷 南坎河谷 终于插上新义军的旗帜 这一次的战功成果是什么呢 打死了日本差不多军队有三万七千多人 伤亡的日军有七万多人 换句话说日本大概整个付出了十万军人的伤亡 另外俘虏了三个师团长 大概有237个大位级的军官 可以讲这是日本在缅甸的全面崩盘 1945年1月27号 中印公路终于开通 28号上午9点 新义军和远征军在盲友举行会师典礼 玻璃的那是 当时玻璃的这个物质生活坚苦 他们的服装和武器 都是中国的老式的 但我们是美食装备 经过这边也都能够看到 自己的同胞 尤其是战友的地方 他们在过来那么无知条件 那么艰苦之下 能够这样子 这个当然是我现在感动了 中印公路从印度雷多 经缅甸密芝纳到中国昆明 为中国战场带来更多资源 蒋介石并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卡车可以开回来 而且当初我们就有埋伤了油管 汽油不需要抓到同里运来 汽油可能油管里边直接运的 收到云南来了 而在雷多和密芝纳公路旁 孙力人都新建了中灵塔 中灵塔里安置着殉职官兵的遗骸 以为他们在天之灵 中印公路通车后 美元物资持续送往分明 国府四个方面军充实军备后 积极展开反攻 5月2号 由英军接收仰光 新义军完成反攻缅北战斗任务 集结密芝纳等候搭击返回南宁 5月7号 德国无条件投降 欧洲战场同盟国获胜 身处缅甸的孙力人 接获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维尔邀请 前往欧洲战场参访 在获得蒋介石同意后 5月17号 孙力人由密芝纳搭乘专机 飞往德国法兰克福 前后拜会艾森豪维尔 和巴顿将军 6月18号 孙力人抵达伦敦 代表新义军接受英国授予 第二座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随即应马歇尔的邀请 前往美国参访 此时新义军已经返回南宁 战时由第二方面军指挥 准备加入中国抗日战场 我们就坐美军的飞机空运回国 住在云南的战役 征训一国多月 准备推和送返攻 攻打雷州半岛 8月2号 孙力人从国外返回南宁 隔天 星38师 星30师 进入备战状态 三天后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9号 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 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9号 上午9点 陆军总司令何应青 在黄浦军校大礼堂 主持中国战区日军寿向典礼 而在广州 则由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 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 孙力人代表新义军在场管理 日本侵略军总司令 刚春凌智 他把一口600年前的 这个日本皇家 组维宝刀 亲自送给他这个孙将军 就是讲 我们日本皇军 从来就没有不失败在 蒋介石的手下 也不失败在 这个英美国家的手下 主要失败在 孙力人将军国下 我才愿意把这个 这个宝刀 600年前的宝刀 亲自送给孙将军国下 新义军进驻广州 完成寿祥工作后 孙力人决定在 白云山码头缸 修建阵王将士公墓 和纪念碑 要求一些日军的战俘 来修这个墓 那当时他从这个 滇敏也带了 大象回来 这些大象还有 就是也帮忙运了一些 这个石块木材 还有跟着这些 日军的战俘 就是来修那个墓 孙力人并向美军 借用运输机 分批将应免阵王将士 遗骸骨灰 从密支那空运回广州 1946年2月10号 蒋介石颁发新义军和新38师 荣誉虎齐各一面 以表彰完成反攻缅甸 并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二战结束后 中美英苏成立联合国 并设立军事参谋团 国府指派孙力人等十人 组成军事代表团 出席第一届 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 就在孙力人出国的这段期间 国内情势急剧转变 1945年9月 日本战败后 苏联因为亚尔达密约 接收东北三省 引发国共紧张对峙 苏联那边准备好了 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要投降 所以立刻准备好 日本一投降 他就进去东北 把东北占了 然后把东北的东西 后来就转给共军 因为林彪他们原来就在 苏北这个地方靠近东北 他们就很快就进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然后蒋的部队用空运的海运的 像这个既然孙力人部队能打 他就从秦皇岛用船运上去 1946年初 擅长丛林战的新义军 从炙热的南方 搭船抵达酷寒的秦皇岛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玉明下令 由副军长贾右慧 率领从沈阳向北挺进 直到四平街遭遇林彪的军队 新义军陷入苦战 蒋介石很不满 林林发三奉其地 要省令人赶快回国 来指挥新义军 省令人赶快回到南京以后 没停留 马上就返回部队 省令人到部队以后 巡视调整兵力部署 改变战术 向四平发生猛烈的攻击 行情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有5月20号攻占了四平 23号攻占了长春 所以由占共行贺 被蒋介石委任为 东北水井副总司令 长春警备总司令 蒋介石并授予中正联的封号 云以表扬 另一方面 为了补充军力 孙力人在东北成立教导总队 招收学生从军 那时候我们在受训 五个队受训 还有一个学员队 这个学员队是两个队 他们毕业以后是当排长 我们毕业以后是当班长 孙力人除了亲自教授领导统于课程 并监督学生操练 我们出操的时候 他都轮流就看 看看他有知识不对了 他就设计教练 他自己趴在地上 那冰天雪地啊 有雪啊 都什么 他自己趴在地上 给你做示范 但随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 孙力人和杜玉明之间的冲突 逐渐百热化 严统在一时候 这个了 孙力我们的老将军呢 就跟杜长官两个起冲突 这个矛盾会有 但是呢 他们两位啊 从今面就 就就就就就 就继承这种事情了 再到东北 这个根源就没办法解了 从战术到调动军队 两人意见相左 加上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 最后蒋介石 下令将孙力人调离东北 新义军和教导总队学生队员 在长春为军长鉴别 我们尝试过了 孙力人就走的时候点头 他都没有吃什么东西 就吃了一点 完了就是 我们唱的时候 都是含有绿光 舍不得他 孙力人随即飞往南京 当蒋介石召见他时 让他选择担任 黄埔军校校长 或是陆军训练司令 孙力人比较利弊得失后 做出决定 黄埔系统 有黄埔系统的一套训练办法 你一次带光岸游游游区的话 恐怕这个 通行这个工作的话 恐怕 受的主要很多 困难比较多一点了 不会那么顺利了 你训练部队 这个部队来训练部队 你再重新成立 你的部队的这些 干部都是你选的 这个就比较 方便 工作好顺利 1947年7月 国府在南京 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 由孙力人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 负责训练新军 至于训练的地点 孙力人选择了台湾 蒋公说 你为什么要选台湾 顺利人说 台湾 日本人留下来 在凤山 有仓库 有粮库 左营还有军港 屏东还有基地 岗山还有基地 第二个呢 你今天在大陆训的部队 无论从南边调北边 东边调西边 还不如从海上 从船 从上海 参加上海会战 东北会战到熏黄岛 广东福建 都是一两天就到了 蒋公听了这一点 就同意他在 农山训练 而在孙力人 离开东北后 由参谋总长陈陈 兼任东北行员主任 他将原新义军 拆为新义军和新旗军 并把美式武器装备 移交给其他黄埔部队 此时孙力人 正准备前往台湾 行前他在南京 和久违的家人见面 孙力人就是工学道 在南京啊 孙力人还专门给他 送到标语的大礼 送到这个手表 送到手提包 他也很正规地保存了 弟弟孙恒仁 也抱着刚出生的儿子 和哥哥见面 我才几个月啊 我父母亲带我去到南京 我的名字叫孙智大 是我白负把我起的 大家做人要正大光明 当时没有小孩 大家你们好好 把我养他到六岁 就报给大家 9月6号 新义军应免阵亡将士公墓落成 8号举行公祭典礼 11月孙力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 正式迁到台湾的高雄凤山 他除了联络郭廷亮等 几十名税井总团老干部 随他到台湾练兵外 并挑选400名教导总队毕业的学生 作为种子教官 改教训练司令时候 他手下没有人 就是在我们那个部队里面 挑了我们受训那些学生 挑了差不多400个人 还有好多从面殿回来的一部分 还有他的部署一部分 差不多有差不多五六百人有 就到台湾来 我们那时候叫示范队 400个人有三个队 成立三个示范队 很多的就是大陆撤退这部队 训练 宣训练干部 我们就给做示范的基本教练 设计教练 业外怎么打 这个学科还是他自己亲自上这个学科 就是这样子各部队调兴 离开战场专心练兵的孙力仁 却不知从踏上台湾的那刻起 他带领着这群精英部队 即将面对人生中最艰苦的一场战役 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 功能饮料特约是腾飞中国